这要怎么回答啊 这有人想看吗 直接变老公 怎么还有人记得这件事情 我觉得就是很梦幻吧 踹死他 哈啰大家好 我是你们的普社长Nikki 今天呢就迎来了我们 那今天的问题呢 就会分成一般项 然后还有二次元的比较BL项的部分 之前呢 其实我在一万订阅的时候呢 有做过Q&A的征招 当时呢就有跟大家分享一下 只是呢 那时候是把BL跟一般项 分开做成两支不同的影片 那我讲说现在呢10万订阅之后呢 我的影片的一些类型比较多元了 所以我这次呢就把一般项 然后还有BL项的部分呢 都通通集中在同一支影片 那我们就开始回答大家问题啰 首先呢先是个人项的 第一题是 请问社长10万订阅之后的感想 未来规划还有想改变的地方为何 哦应该就这么多问题就对了 哈哈哈 好首先是10万订阅的感想 我觉得就很梦幻吧 因为我以前也没有想过就是真的有办法拿到 银色的奖牌 不知道什么时候会记过来 我现在是非常的期待 非常感谢大家 毕竟呢必有这个主题 真的是比较小众 而且呢又充满了黄标危机 所以你知道我们的频道一直以来都经历的非常的辛苦啦 也是非常感谢 所以才有办法存活到现在啦 幸好有大家回复留言啊等等的 就给我打气 所以我才有办法一直持续就是每周有更新 然后到现在这样子 明年的目标应该是 看能不能突破20万订阅 人家不是说10万订阅就会 骗很快吗 不知道是不是骗人的 然后一些改变的部分来讲的话 像之前我有提到是想要增加一些 Vogue性质的一些影片 虽然我也知道就是每次做Vogue性质的影片呢 点击率什么的也都还是比较不好一点 自己心情就会受到影响啦 但是呢我还是觉得22年呢 还是会想要花时间去做这件事情 那因为又加上我电商的品牌 所以呢其实也可能会跟大家分享一些 经营品牌的历程啊 然后还有小故事啊 公司遇到什么样的状况啊等等的 都可以跟大家分享 再来第二题 有没有想要放弃拍影片的时候 会不会常常遇到低潮 会怎么调试心情呢 大家都一个问题要问这么多就对了 不想要拍片的时候一定有 因为有可能就是自己很喜欢的东西 结果出来的时候很惨 那就会受到一些影响 但是呢因为现在有跟团队的人一起嘛 再加上我又开公司又有员工 所以呢其实就是老板 不能有任性的时候 不可能停止拍片 你只要一delay的话 后面的人就会完全停摆 就是你好像不能有自己太多的情绪 或是不舒服的时候 就是要很避免这样的情况 我自己是觉得我虽然压力大 但是还是蛮能排解的 自己是比较正向的一些思考方面啦 对 再来第三题 理想型是什么 会跟喜欢的二次元角色很像吗 那会不会因为常常看二次元的作品 所以对现实生活中的男生无感 我的理想型 第一就是要颜值 就是是可以接受的 我真的觉得很重要啊 因为我本身是眼狗 然后你要想就是对方要你可以接吻 接得下去是很重要 你不觉得如果你自己都觉得很不ok的话 那你要怎么跟他就是做更下一步的事情 其实我觉得看BL来讲的话 二次元我喜欢的个性 也是有一点点像理想型的 当然我们也知道 三次元是找不到这么完美的对象的 但我没有就是这么分不清楚 只是呢 我是一个蛮自律的人 所以我要求自己的同时 其实我也会很要求另外一半 所以其实当我另外一半的人 不能比我更弱 带来第四题 目前最想合作的YouTuber是谁 近期喜欢看的有谁呢 我之前也有分享过我自己很喜欢看的YouTuber嘛 现在还是会看的应该就是 Kedy那样子比较Vogue型的 所以我一直很想要去分享 就是我生活周遭所发生的一些事情等等的 然后如果说想要跟哪一位YouTuber合作的话 因为主题的关系 所以我每次在找人家fit的时候 我都会很有压力 因为我们就是不知道可以拍什么 也觉得说这个主题是不是合对方 然后她是不是会有顾虑等等 我当然还是有梦想说 譬如说想要跟千千啊 然后慢慢啊 就是非常知名的 她就是也是夫女 然后我觉得我可以玩一个就是譬如说 夫女的强大之类的那种 我觉得应该会蛮有趣的 譬如说讲青春背景的BL漫画 然后我们就要一直接容 然后接到对方接不下去的话 那个人就输了这样子 这集也是有想了几个不错的计划 希望2022年可以跟几个YouTuber 然后可以做合作 第五集 转职成全职YouTuber的前期 要怎么调试心态让自己保持正向 可能是自媒体收入还不太稳定的时候 我就曾经有跟大家讲过 其实我自己的频道 大概前三年的收益都非常的不好 一年来讲的话可能只有三万左右吧 那你去除以12个月的话 可能一个月大概就是3000多块 这样子的感觉 怎么可能就是你全职来做这个 所以初期的时候 我知道我想要做这个 但是当自己的能力 撑起不了自己的野心的时候 你就会觉得你必须要向现实低头 所以其实我在前期的时候 还有做部落客接案等等的 这些都是跟自媒体有关之外 我一定还是要有基本的薪资 所以我还是有做一个专会 就是可能卖卖盆栽啊等等的那种 加上我金融业的还有结案子 所以这边来讲的话就是 各式各样用不同的身份 然后去养这个频道 还有办法就是支撑到现在 那第六题 你提供最想学的是什么东西 最想学的东西是跳舞吧 因为我真的觉得我太缺乏运动了 整天真的是睡醒之后就开始在工作 好像不是一个很有私生活的人 我觉得YouTube有一点像是 你的工作跟生活的时间你分割不开了 大家都会说就是 欸你看到这个风景好美喔 欸你就会想要拍个线动还是什么的 但是这个到底是不是工作呢 你好像说还是生活一部分 但是它好像也有是工作 所以我们已经习惯这个状态了 所以我就会想说去学跳舞啊 然后还可以认识新朋友 但是呢 因为我也是有非常迷信的那一面 我就非常喜欢听唐其良 就是国师的星座的解析 譬如说还是说 我接着说非常适合做心灵的冥想啊 还是去报名这样子 心灵启发的一个课程 然后我也在想说 是不是应该要做一个心灵启发这样子 2022年呢 是真的希望我可以去学一些一技职场啊 再来是假如没有创建现在的频道 你觉得你会做的是什么工作 过什么样的生活呢 如果说我没有做频道的话 我年收应该就是会破两三百这样子吧 因为就是我会带团队 然后我本身的那个金融业的话会做得更好 但是因为金融业后来 并没有合乎我想要的后续的阶段 因为我觉得我还是蛮注重自己的成就感的人 就是如果说这个职场上面没有成就感的话 我就会很想要离开 就会想要做别的事情 所以我觉得如果我真的没有离开那个行业的话 我三年后一定是把团队带来更好的情况下 然后还是一样在金融业 当然金融业的薪水就很高 那我可能就会买房子这样子 是一个平庸的理财管理人这样子 再来第八题 想问团队工作跟独立工作的差别 比较喜欢哪一个 其实差别蛮大的 你会发现你可能觉得团队工作会比较轻松 但老实说 其实并没有 因为团队工作 你有团队工作要忙的事情 可能还是要花时间跟对方去做联系 然后要去做磨合 然后要去做教导等等的 但是呢 好的地方是说 你可能还是有办法争取到部分的时间 然后你可以再去开发开源等等的 嗯我独立以前就是一个人保 然后全家保 好的地方是 我可能自己比较随心所欲 然后我可能就比较不规律 我今天想要跟然后我就跟 现在有团队好的地方就是说 我们可能可以增加出片的效率 你要说我比较喜欢哪一个吗 现在也没有什么回头路的 我现在的目标就是把 我的公司再开更大一点 只能再往前开更大 然后去让这些东西可以好好的消化 我自己是属于 如果你要我做防守 我会更想要进攻的那种类型 对我是乌野的那个球派的 就是与其要做防守 我会比较倾向于进攻 对对对 OK 再来第九题 有没有喜欢的歌手艺人或偶像 天啊我真的 对于IDOL这个已经过好久了 你要说什么韩团新的什么 我根本就完全不知道到底有什么韩团 可能现在看剧比较多 然后可能从剧上面看到一些演员 但是你要说 真的会去追他其实不会 只是他的戏我可能会看 像金秀贤 他最近演那个某一天 我就是因为很喜欢金秀贤的演技 然后我就去看 还有像朴旭骏的演技我也很喜欢 我个人就是比较看人不看剧吧 再来第十题 是猫派还是狗派 狗啊绝对是狗 因为我其实不大喜欢猫的个性 这可能得出来很多猫派的 其实我认为猫是很有灵性的 但是呢 他愿不愿意听你的 或是他愿不愿理你 还得看他的心情 譬如说工作已经很累了 然后我还得要看他的心情 我就会觉得 这很不适合我 养猫就是这样 就是你要看他心情 所以呢 我就觉得还是比较喜欢狗狗 他就是会一直在那边等你这样子 我可能忙完事情我就可以跟他玩 比较喜欢狗的个性啦 对 第十一题是 想听遇到渣男的心路历程 怎么还有人记得这件事情 但是渣男真的讲不完啦 如果大家想吃瓜的话 可以再开一个那个 一边吃东西 然后一边跟大家聊 吃瓜的一些过往这样子 多的是我不知道事 对 后来知道的时候就会觉得 Amazing这样 对 下次再跟大家讲 再来 经营多样工作的时间管理方式为何 时间管理其实我一直有在 在准备资料整理给大家 可以在也是一样拍一集 跟大家做分享 可能比较可以让大家学习到 怎么样安排自己这么多重身份的工作啊 或是生活的时间等等 OK 再来下一题 我们现在还在找工作室 所以如果说之后可能工作室有确定的话 大家就可以寄到工作室来给我们 这样子 再来第十四题 除了BL之外 还有接触什么样的小说漫画或仪式 如果是冰友之外的话 小说跟漫画我是不会去看的 因为小说跟漫画 其实有点像是我在工作的时候会看 所以我也平时一样看大量的漫画跟小说了 但是如果说剧的话 譬如说我可能吃饭的时候我就会看剧 然后看动画 所以剧我倒是追的蛮多的 像我刚刚讲的韩剧就是某一天啊 然后还有华灯初向啊 还有最近也在看那个爱秘利在巴黎 然后有在追那个鬼灭之刃 就是阴柱的那个对 好 再来第十五题 如何想出这么多影片的主题的 以前的话呢 其实我就是会想到什么东西 我就会记录下来 可能最近有一些什么十四议题啊 然后或是刚好有一个什么上下半年啊 然后盘点什么的 我就会去搭配那个时间点 然后去做这样子类型的创作 我觉得对大家来讲也比较有话题 还接地气 还有很多不同的创作的部分来讲的话 因为现在有团队了 每个月开会的时候 我们就会去想 下个月要推出什么样的主题 然后我也会想一些比较 我觉得可能会有人想看的 然后又可以刚好跟最近 大家好奇的东西可能有兴趣的 我们就会做这样子类型的创作 OK 再来 社长是如何化妆的 这要怎么回答啊 有人会想要了解我怎么化妆 因为我化妆超级普通的 又不是很专业的那种美妆的YouTuber 但就是如果说有时间的话 我可能还会上腮红什么的 但是如果没有人化 我可以跟大家分享 我全脸一定要上的东西就是 口红 因为我是一个嘴唇很没有血色的人 所以呢 其实我直播我可以素颜直播 但是我一定要涂口红 不然就会很没有朝气的感觉 对 如果说有机会啦 再跟大家分享一下我的保养或是化妆 会有人想看吗 对对对对对 OK 再来下一题 最为俊卫仙 曾经买过的周边和同款有哪一些 有人知道我是俊卫仙这件事情吗 我还是摩托姐姐 周边还是什么东西 其实我觉得我不大会花 但是我会找那种同款 譬如说他在L 他做LV代言嘛 我可能就刚好在找那个皮夹 或是找名片夹的时候 我就会刚好想说可以看看他的那个牌子 那如果有适合我就会买 但如果他说譬如说这个可以发财 我就会一定想到同款 就是一个迷信的概念 对对对对 对来下一题 喜欢自己长发的样子还是短发的样子 就是我比较喜欢短发的样子 但是很多人就是觉得长发比较好看 长发是比较不用整理啦 短发的话就很容易要去修剪 因为我的头发长的速度超级快的 就是每一个发型师都会下到的那一种 个人是觉得以好整理来讲的话 我还是会选长发 但我喜好的话我也是短发 再来最后一题 最喜欢的穿搭风格为何 如何决定今天要穿什么 可以看得到我就是都穿蛮素的 我觉得二十几岁我的打扮是比较 可能敢穿超短的 然后或是那种很鲜艳的颜色什么的 但是现在来讲的话我就会比较处于穿暖就好 在那边抽 诶 我跟你讲可能二五之后就会开始了 就会觉得什么膝盖保暖很重要啊 或是说然后后额不要受寒啊 用到什么之类的 现在来讲的话要决定穿什么 就是看天气 因为如果说天气比较不好的话 我就会穿很多 然后也要看你自己要去哪一个场合 对 再来就是二次元的部分了 第一题 如果进入BL世界会想要成为什么样的角色 大总工的角色 大家都知道我肯定是工的 我跟你讲 每一个跟我相处过的 公认我是总工的角色 我就是那种属于主打权 不喜欢给对方的那种 我觉得如果说要以时空来讲的话 我就分享过 非常喜欢未来 然后星际的那种感觉 就是我很好奇未来 譬如说五百年后 我们的地球还会在吗 然后或是说 坏太空会是长什么样子 存活在的生物到底是什么东西 所以我个人会很想要穿越到未来 会不会都是机器人啊 我的后宫全部都是机器人 这样 ok 再来第二题 请问社长比较喜欢剧情叠当起伏的吻 还是平平淡淡的小甜品呢 我应该会选第一个就是 剧情比较起伏不定的那一种 其实我现在有办法看完的一定是 我觉得那个剧情 可能大纲是很好奇或是很吸引我的 我可能才有办法把它看完 但如果说是那种超平淡的话 你就会觉得 先关掉我明天再看 然后就会睡着 对不对 再来第三题是 想问社长看作品时候的雷点 我觉得我雷点蛮多的耶 第一个就是第一人称 就是我不喜欢我 以我为开头的 只要我一看 然后发现是我 我就忍一半这样 因为我是那种容易走心 然后又很会想象的人 但你就会觉得这个 一点都不符合我的个性 就是因为它是以第一人称为主的嘛 你就会觉得说 带入不了 对 第二个雷点就是 被抢之后然后爱上对方 这个我真的是超级大雷点 然后第三个呢 就是三人型的故事这样子 对 然后NP我也不能接受 大概就是这些吧 再来第四题 这是一个残酷二选页 医生不能看BL 或者是医生不能交男女朋友 你会选哪一个 那我肯定会选 选医生不能看BL 无 虽然大家会觉得很疑惑 我如果在五年级那时候 入府可能没有因为那件事情的话 也许我根本就不知道BL是什么东西 那也就不存在 这一生有在看BL的这件事情 那我觉得小洞福想问的 应该是从今天开始 从今天开始吗 对 从今天开始 那我可能会对现实低头吧 就是我还是会做BL相关的工作 那我可能就去找一个人嫁了 然后不要当男女朋友 就是找一个人嫁了 这样子 直接变老公 再来第五题 社长喜欢的周边收藏会偏向摆放类 还是实用类的呢 我一定是实用型的 但是你也要看它实用在于 设计长怎么样子 像这种三一的袜子 我就可以接受 就是因为我觉得是实用的 但是呢 比如说印着那个他们两个人的照片 然后在那个T恤上面 我真的不行 我是喜欢实用类型的 然后摆饰类型的也可以 是因为我们可以当拍摄的背景啊 然后还有工作室摆设等等的 像海报我就完全不会收藏 如果你不卷起来的话 它就也不知道怎么放这样 下一个 如果一本作品在已经知道是B1的前提下 我不会看 不是我已经知道B1了 我跟你讲 有两种我绝对不会看 因为第一我摆明知道它拟我CP 第二它摆明是B1 我这两个我都不会看 就是我不会找最瘦的那种类型 再来下一题 会用什么方式推更身边的亲友入府坑呢 然后如何告诉家人自己是扶女 我身边没有扶女啊 我是说真的 我身边除了我的员工之外 没有任何的人喜欢看BL 所以我每次就是要去看 最近像Given不是上了吗 然后我就会找不到 现实生活中任何人可以陪我去看电影 对所以为什么我都会办电影包场 因为我就可以直接跟大家看电影 对对对 就是我不大会去推荐身边的人 或是一定要觉得我很有热情 想要燃烧生命 然后推荐给不是服务圈的人 让他入府坑 家人的部分 他有点像是我之前那个QA讲过的 对对对 我家人是不在乎我在看什么 他以前可能会在乎 但是现在不在乎我在做什么 因为他们只觉得我在工作 比较不会去觉得说这个是不OK的东西 这样子 不过他有问我说 为什么一定要介绍就是 男生男生亲嘴 我会说你不知道 有非常多人喜欢这样 他就是你不懂 对然后我怕他说 好啊清菜地这样子 对不对 然后再来 买书或买周边的时候 有无法理性的时候吗 现在最近就是有很多 绝贩涨价 就可能绝贩卖要一千多 哦就是价格翻四五倍这样 我跟二亿抬价 第一个摩羯座 是属于比较理性的人 譬如说 我喜欢这本书 知道他原价一千 然后我可能会觉得说 哦1.5倍 我一千五可以接受 可是如果这个人 才到要两三千的话 我就不会去买 即便我再喜欢的话 我也不会去买 然后第二种的话就是 看我跟出版社人不认识 不然我也可以去买 看出版社 这个是好的 好的地方是这样子啊 反正我心中会有一个底 超过我就不会买了 再来第九题 会有因为长期作弊有题材 而产生倦怠感吗 就是私下不太会接触这一块 我觉得不是倦怠感 而是比较没感觉 就是无感 就是会变得更挑剔 我觉得我没有倦怠的感觉 因为 BL有很多不一样的新作品 我有点分裂成两个我 一个是我自己自身的喜好 一个是我觉得大家会喜欢的东西 就是你要以哪一个角度去看 其实是 有一点点出入差别的 就是也有一点压力 就是譬如说 你现在已经是比较指标性的KOL 在BL界的话 那如果你真的很公然的说 啊我就是不喜欢 那当然也是有可能就会 对不起人家 或是对不起那些作者啊 或是什么的 所以我就会倾向于 关麦 我就会不会发表任何意见 这样子 对就是我只分享我自己喜欢的东西 然后不喜欢的东西 我就不会去讲这样子 对 所以我没有倦怠期 但是我变得越来越挑食了 再来下一个 刷过最多次或印象最深刻的漫画小说 跟动漫分别是什么呢 小说的话刷最多次 好像是 沙野跟成舟这两本 对 至少也有六七刷以上了 然后漫画的话 given应该是 但是漫画因为 就是可能一直有推出新的 所以我就不会一直去 重刷以前的漫画等等的 那动画的话 跨人高手 然后还有 像咒术的动画我已经看三次了 才二十几集而已 我就看三次了这样子 排球我也刷好多次了 看了三四次有了吧 再来下一个 会比较偏向喜欢 公的角色还是瘦的角色呢 我是公孔 就得看他的个性啊 而且我还很喜欢看主公文 对 所以我就还蛮欣想 那个 公这个角色的 下一题 如果喜欢的CP出现在你面前 会想要跟他们说什么或做什么 喜欢的CP是说 秋春 秋春的话 那看我遇到的时候是什么时期的他们 因为如果说是在他们两个还没有在一起的时候 我应该会去踹尾邱燕的 鸡鸡吧 哈哈哈 踹死他 就是 春树妈疯狂脱续的一些行为 但是如果他们两个已经交往多年 就是已经修成正果的话 我应该就是 可能会希望他们可以带我一起去玩 就是很想要去住他们家 然后可能翻有没有套套啊什么之类的 很想要一直潜伏在他们家 然后看他们两个人做色色的设计 谁没有想象过 在自己CP的天花板上面当一盏灯啊 之类的 就很想要化身成那样子的 无神物 哈哈哈 对但是就真的很可爱 再来下一题 平常是怎么决定要看哪一部作品的 以前的话我就会去看每一个的大纲 我会以这样子的剧情简介 然后去看我 对于这本书有没有兴趣 可能会去看这样子 那现在的话就会比较偏向于 看以前作者写过的文 譬如说 Pina的新闻 那我可能就会优先把它摆在第一个顺位去看 因为我大概知道Pina的作品 跟我的喜好很接近 所以只要他有开心 可能我会优先看他的作品 可能就有点像平时跑证的那种感觉 再来下一题 如果以后只能看一本必有小说 你会选哪一本呢 那我一定要选那种故事很长的 就是我可能可以看这一段之后就忘记后面 然后我再去看后面这样子 就不能看那种很短片的 那应该就陈周吧 因为陈周我自己是真的蛮喜欢 他前面两个人斗争的时候写得很精彩 后面两个人谈恋爱的时候也很精彩 所以你可以把它当作两个不同类型的作品去看 当然我也很想要带莫读 因为莫读也是属于那种有很多个案件的 你也可以只看这个案件 然后你可能之后再看另外一个案件 他也是很精彩但是呢实际上他没有出书 所以他就不够整 如果只能看一本书的话 对 再来下一个 会因为看多了B.L的作品 对B.G的作品无感吗 应该是说我凭就刚刚讲的 就是想要说漫画什么之类的话 我就只会看B.L 以B.G来讲的话我会把它放到最后 就是我会看的是 譬如说这个动画很好笑 然后他可能有含一些B.G像 那个我无所谓 不会排斥啦但也不会特别去找 再来第16题 如果今天被丢到轰岛只能选一个二次元的角色来陪你 你会选谁 啊 我找香吉思好了 你香吉思储师啊 他一直有很多东西 然后他又对女生很深事 然后他应该有很多不同的技能 就是至少他也不会迷路 不会像索隆那样会迷路 而且他非常的聪明 像在司法岛的时候 也是他非常抑制的然后救了大家 所以我觉得他算是各方面都非常好的角色 OK 再来最后一题 成为佛女之后你觉得最幸福的事情是什么 我觉得应该是 我下定决心 然后要以这个主题 然后去做创作的时候 可以到今天这个状况 就是10万订阅了 已经算是一个小小的里程碑 然后也是对我自己的一个还蛮大的肯定 因为我其实一开始也是很担忧 这个主题就会让大家知道 我有这个喜好或是我这个兴趣 因为你不知道镜头外面的人是谁在看你 所以感觉是只有你公布了你自己的私生活 别人的生活好像没有关系 就是没有被收到影响 有一点却步然后胆怯 然后是我朋友跟我讲说 不一定也有很多像你这样子类型的女生 可是他们没有人开这个头 所以可能你去做的话 反而你会收获很多就是跟你同样类型的女生 也是怕怕的 至少有一个地方可以让他们一起交流 这样子 好的 那我们今天的QA就全部结束了到这边了 希望大家都有耐心的把它看完 然后看了开心看了喜欢 如果说还有什么要问的问题的话 可能到我们15万订阅或20万订阅的时候 再回答大家 或是不定期的在IG上面 也可以回答一些大家的问题 我们限动也常常会跟大家玩一些互动型的游戏 所以大家也可以去follow我的Instagram 这边 希望今天都有回答到 大家可能有问到的问题 那最后呢 不要忘了帮我把这部影片按一个赞 然后并且订阅我的频道 开启小铃铛哦 我是Nikin 我们就下次影片见了 拜拜